经验分享掌握趋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决策者 我是王嘉玲 全球近零碳排 现在已经成为选学了 那当然各国推动这个电动车呢 大家都不想缺席 我们台湾在这一波浪潮当中 我们不能缺席 也不会缺席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 我们国内的电动车领投扬 MIH平台的执行长 郑显聪 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欢迎Jack 谢谢佳玲 大家好 谢谢Jack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节目 真的是百忙之中 把他邀请来 因为最近呢 MIH平台真的是动作频频 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啊 最近在忙着这个 铺垫新的这个里程碑 特别是我们今年10月 会有更多的这个2035的这个平台 要展现给大家 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吗 我们其实就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不是一般的协会 就是希望大家把更多开发的这个解决方案 特别是下一代电动车的解决方案 放在上面 所以我们10月份会展示一些 将来我们在客户体验方面 怎么样让新的电动车跟智能车的平台 更好用 更好使 那会把那些模块展现给大家 那说到MIH平台 其实我相信观众朋友 大家对这个平台的名字应该都不陌生 这其实是2020年当初鸿海的科技日 在那个科技日的那一天 其实是郭创办员他的生日的前两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那个科技日那一天 就宣布说要成立这样一个平台 那一天几乎全台湾所有媒体都到了 包含连我本人也在现场 那个时候成立这个平台的时候 大家都很好奇 他到底要做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详细他在做什么 可不可以请Jack帮我们讲一下 当初成立的宗旨核心是什么 那一天我不在场 那一天我还在国外 那我知道这个事 是因为我跟刘董事长 也谈了很多 那之前在跟郭创办人 有很多的互动 那其实说是想做一个电动车 还是说要做一个更好的出行平台 那应该是后者 后者怎么样呢 就是MIH这三个字 后来我们觉得这个MIH 要从原来那个定义成 Mobility in Harmony 就是更和谐的出行 所以原本它这个缩写 其实是有改过的 对 原本是什么 我可以再阐述一下 原来这个MIH三个字 是最早做成那个电动车的硬体平台 所以我们叫做minimalization 就是最简化 然后intrinsic 就是最有质感的 然后有这个Harmony 是最和谐的 这是根据以前 我们在开发手机的过程里面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你看手机原来都有很多键盘 现在都没了 它做得非常的简单 当然没有什么多少的 这个复杂的操作 然后很有本质 它整个不管触感 视觉 非常有质感 然后最后是 你用起来就发现很好用 很好使用 很和谐 所以那是这三个字 最早的来源 叫做minimalization 然后intrinsic 然后harmony 但是到了我们 真正要上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想了很久的时候 太难懂了 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三个字拼起来都拼得很烦 甚至一开始还有人说 是不是跟红海有关 有人说是 made in红海 我说随便大家怎么阐述 但mh这三个字 如果更多人在解读 在讨论 然后让我们的清明度 接受度更好 所以我们把它取作 mobility in harmony 也就是说你以后出行的时候 你的生活体验 会非常和谐 会非常好使用 而且能够让你自己本身 是一个智能化的 跟生活化的出行 那当初那个时候 虽然科技日你还不在 但是就是说 大家也好奇 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很新 其实在我们国内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做很多零组件等等 供应链是很丰富的 但是一开始 想出这个概念到底是谁 我想应该是从刘董 我们2019年 我那一次也回国来 然后跟刘董去参观了这个华创 原来玉龙的华创 那原来的整个华创是在新店 包括设计中心 我们那天很开心就去到华创 也跟原来华创的一些领导的干部 一起把他们的这个想法 做了一个交流 那这个交流做得很好 就是说我们觉得台湾 还是有很重要的一批 从零开始设计车子的人才 工程人才 然后那次的参访完了以后 就决定说 我们要跟华创合作 那我们成立了宏华 所以早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那个平台 其实那个就是我说的MH平台 已经在Cook 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到2019年到2020年的 鸿海科技日就把它推出来了 那推出来就是由这个刘董事长 还有陈一连执行长 对 他们一起present了那个MH这个硬体的平台 但其实呢 大家也知道这几年来 软体是定义硬体的 软体定义硬体 对 软体定义硬体这个顺序很重要 因为 以前很多的这个产品 科技业的产品 就是做出来是硬体 然后推去给客户使用 客户使用呢 因为客户的每一个人的场景不一样 他用出来以后 他觉得要修改 但是硬体已经成型了 就很难改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是由软体来定义 就是说用软体来定义说 你用户使用的场景 然后再去推到硬体 这样子的话 硬体就不会那么辛苦 为了要改又要改模子 又要改这些设计 那这个会发挥很大的成本跟时间 所以到我们节目录影之前 我刚刚还上网看了一些 MH平台的网站 我们的会员数现在已经来到2357家了 大家也好奇说 这2000多家当中 软体跟硬体占比大概有多少 大概73吧 73分 3是软 7是硬 在这些会员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是 你觉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伙伴 如果要以会员的 我们先讲现实一面 就是他们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的 我们一年超过50亿美金 就5个Billion US dollar的 有超过100家 超过100家 那介于50亿美金到5亿美金之间的 也差不多100多家 所以这些就比较大的 全球性的一些企业都在里面 包括像微软 像比较大的国际的知名的 像日本电装 这些大的企业在里面 那我们台湾的企业有几家在里面 台湾就我又开始要卖个关子 台湾的这些企业真的就是 我们台湾之光的企业 比方说 比方说联发科 现在台积电也加入 然后也包括我们的趋势科技 然后也有很多跟新创有关的 新创里面的这些企业 我觉得将来都有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所以你已经有在当中看到一些独角兽了 我们不能说独角兽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就像是一个加速器跟孵化器 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这些新创企业 推到国际舞台上去 那要加入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还是说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首先就是把他们的条件 他们真的是要做电动车平台 那这些伙伴呢 他们在做登记的时候我们审核 那如果觉得他们是合格的 我们就会通过他们 但是呢 我们还分成真正加入了以后 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开发新的解决方案的人 那我们会说 请他们commit 就是承诺他们真的是有心要来做的 那我们会请他们缴纳费会 希望他们真的秀一个 其实会也没多少钱 就是大概一万美金 就是一个保证金入会费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承诺进来 跟我们一起开发这个事 然后我们把它们做成不同的组 这些组别所开发出来的 标准化和模组化的解决方案 会在今年10月 我们陆陆续续会展示出来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人家就会问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将来车子 什么车能够用 因为我们如果不把它做成标准化 就算给车子用了 它的这个数量也不会大 但是如果标准化以后 很多的这个车厂 他们会来说 那我直接拿来用 既然是开发好了 又便宜 然后又质量又好 那为什么不用 那我们一台车 看起来其实外观很简单 但其实里头很复杂 那我们也好奇 你们要达到标准化 会有哪一些核心的零件 或是哪一些主编组件 对 这也是 现在你开始进入工程阶段 进阶了 我们的技术方面的探讨 其实更多的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 在原来在内燃机时代 内燃机时代的一个产品 它的整个零部件的数 应该是超过6000多个 所以以汽车零部件的品号来分 但是呢 为什么电动车有机会做 因为它的品号已经降到4000个以下 差蛮多的 差很多 因为内燃机那些什么油箱 油管 排气孔 所有跟你相关的东西 全部都没了 简单化了 剩下电机 剩下电池 然后剩下一个逆变器 就这样子 就是三电嘛 所谓的三电 那这个简化呢 就让我们更有机会 把大家结合起来 然后把 比如说把电机标准化 你一个车子 这么重的车子要放100千瓦的电机 还是150还是250 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接收到电动车的规格的话 大家可以发觉 就是100千瓦到150千瓦 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 它的这个马力 其实KW就是1000瓦 等于1.4匹马力 所以你100千瓦 就等于140几匹马力 也就是今天 大概2000cc的车子的马力 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定下来 最好规格化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 还有其他的吗 这只是举个 不一而主 比如说我们对于线数 你要用什么线 以前的线数很多线 就是一部车子里面 因为都是各式其职 所以有很多控制单元 要不同的线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走向 就是以太网 就没有线的阶段 那这个标准化 就更容易做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 接插件 把它定义清楚以后 你什么地方 用不同的界面 把它定义出来 以后你就按照这个选就好 就不需要说 我为了你要跟你对接 然后我还要再开发一个新的接插件 开发一条新的线 可是我们好像也可以客制化 对不对 也可以客制化 但就像乐高一样 乐高的beauty 你看乐高好像 小孩子在玩的时候 好像很多东西 其实它有一个标准 它的这种 比如说四个点的 正方形 就是正方形 长方形 就是长方形 没错 所以就是把它也是规格化了 规格化了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所以你就从这个盒子里面选择 我要用这个正方形的 我拿出来 而且正方形如果做了越多 那你成本是不是越低 没错 原来是这样一个概念 不过像我们现在MIH 其实动作也很多 指定长其实非常的忙碌 今年我们就要跟印度 还有欧洲 好多地方都有一些厂商要下谈 那我们也好奇就是说 整体overall来讲 今年还有明年 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目标吗 我想您可能是听到说 前一阵子我们跟印度 有一些接洽 就上两个礼拜吧 就印度那个经济部 他们访客来 我们在您全能次长的 这个安排之下 我们还做了一个面对面 那我觉得除了我们跟美国 跟泰国 印尼 的一些案子 有机会让MIH的会员 去做标准化模组化的提供 他们的解决方案之外 我觉得印度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印度因为本身是这么多人口的国家 然后印度在今天的战略地位上面 他们也开始走向说要全球化 你知道印度人在美国是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们把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的CEO全给占了 都是他们的人才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到的话 像微软 像谷歌 真的 都是他们的人才 他们的这部分是非常强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 去印度这个事情 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思考是 我跟矽谷的CEO连接在一块 因为那是他们的故乡 原来如此 那今年我们有什么比较近期一点的目标吗 MIH平台来讲 近期一点目标 就是说我们10月份要把那些解决方案 呈现给大家 另外就是说配合的跟 我们目前走向市场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跟泰国的供应链 我们跟印尼的供应链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链接 因为要在那边建工厂 去看我儿子 然后我开了一部接管 过去从迪特利开到密西根大学 然后我儿子说 叫我说 你开一个蒙迪欧来干嘛 这么便宜的车 我说这是接管 他说这就是蒙迪欧的底盘 他不明白其实是一样的 他知道 他知道要跟我开玩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